透过亲子竞赛也希望能够促进社区的健康 气贤脊椎外科举办第四届愿庆运动会 以亲子趣味游戏为主题 有宝宝斑尿布等等比赛 邀请创院来四年医护人员诞生的小朋友们 以及各地来宾主队亲子一同趣味竞赛 气贤脊椎外科医院成立四年来 每年都有举办按运动会 就是为了增进员工的向心力 还有促进他们的健康生活 那气贤脊椎外科医院四年来 已经生育了三十位宝宝 那目前还有七位的员工待产中 那今天最主要的主题是亲子活动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家庭日 那希望员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概念下 能够经常的运动保有他们的身心的健康 那七贤脊椎外科医院也都是以员工的幸福为左眼点 所以让他们的薪资福利 也都享有很好的一个待遇 所以他们也认为七贤脊椎外科医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 的一个医疗环境 那所以我们每年还会举办按活动 让他们享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 院长黄迅玲表示 医院维持高护病比虽然有着营运的压力 但相对对病人可以有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也看到医护同仁的家庭成立与新生儿的诞生 相信可以因为幸福企业坚持的经营 让比慈善的循环延续下去 也对高雄地区能够有正面的影响力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